中国按地域和传统 划分为南施和北施 从传说开始 中国的南方和北方 对施武就有不尽相同的认识 并赋予其独自的神秘理想 南施与北施在造型上 有严格区别 北派以写实为基础 南派则以神思为主导 北施的风格较为雍容华贵 而南施则是生动活泼 威势逼人 在台湾 香港 澳门 新加坡 马来西亚及东南亚一带 大都以南施为主 并有较高的水准 在2002年广东举行的 中国第九届全国运动会上 吉祥物 威威 就是一只可爱的狮子 这是一只南国省狮 形象和造型 体现着典型的南施风格 醒施源于梁广地区 俗称梁广醒施 1928年以前 人们称施武为瑞施 广东话中 祥瑞的瑞字 与瑞字几乎为同音 1928年 因为发生了日本军队 杀害中国民众的 五三济南惨案 中国在国际上 被称为瑞施 为了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 广东瑞施之舞 最改为醒施之舞 并沿用至今 醒施在造型上 追求神似为主导 施子鹅高口阔 背宽笔塌 眼大而且能转动 面颊丰满 施皮色彩鲜艳 体态灵巧修长 是一个夸张浪漫的 艺术形象 在表演上体现了 勇猛刚强 温讯善良 憨态可居的艺术风格 诗子流传到各地后 也因当地的习俗 在卧法 舞法 外形方面 有所不同 尤其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地的舞诗 已与中国有很大不同 但万变不离其宗 石头外貌 是以色彩来表现其性格 如石头黄色代表刘备 代表智 人 勇 俱备 红色代表观光 代表智 勇 双拳 黑色代表张飞 黑脸黑须代表勇 而现在的武诗造型 多以金银二色为主 广东传统的武诗 讲究技巧和武术功底 一般由俩人或三人组成 其中一人武诗头 一人武诗尾 后面则有锣鼓队配合 诗子的动作随着古典的快 慢 轻重节奏 舞出千姿百态 武诗常用的基本动作有 舔毛 骚造 探路 汽水 采清等二十多种 步行步伐有四平马 子武马 开河马 骑龙步等二十多种 技艺高超的师傅 既能捂出狮子的各种心态 又能把一套的故事情节 从高难的武诗技巧中表现出来 只有这样才真正达到 南派武诗的上乘功夫 狮子在表演时 与之配合的击打乐 有鼓 锣 搏 击鼓手是武狮子的核心和灵魂 男师的表演难度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表演时 表演者站在别人的肩膀上 舞动尸头和尸尾 表演过程中 要体现狮子的各种形态 欢喜时 闲评信步 悦而登高 发怒时 淋淋声威 启示 乐启 宜进 审视 失礼 抓养 迎宾 酣睡 发威 过山 上楼台神情 唯妙唯笑 抽象传神 在梅花庄上表演 也是男师的传统项目 十二道梅花庄 庄阵长度十五米 有三米之高 最低不低于零点八米 专家们把它比喻为十二座山 十二道水 狮子要经受十二道山水的考验 最后取得胜利 在庄子上表演 就是说带有相当的杂技性 这个庄子就是很站不稳的 而两个人一个狮子 在这种庄子上很难完成的 对啊 然后又顶又直到 然后还要躲 然后还把电影里头的那种 狮子的那种威风和活灵灵的那种感觉 又做出来 那大家都觉得那真是出新了 而且又把自己的中华民族的 重新形式的那种感觉拿出来了 这种表演 这种表演缓缓紧靠 朝朝悬心 狮子踩钢丝时 在没有任何保险 视线不良的情形下 狮尾上的人要身背一人 在负重百斤的情况下 才在直径一厘米的钢丝绳上 走过长达六米的路线 狮子在过桥之前 环顾四周 侦查一下地形 胸有成竹之时 忽然静下来 吸引你的注意力 恍然间 哼地踏上钢丝绳 摇晃着是头 抖擞着身子 四脚踩动着古典 悠然自得 当你为他喘一口气 稍稍放松之时 他忽然一个虚晃 又把你的心 抵到了嗓子眼 只见他腾空而立 大不流行 似在山田水间 横落飞跃 沃尔到了岸边 他扭过头来 像你圈阳 这最后一个独立的梅花庄 在三米开外 男师在重心 极难控制的情况下 要单脚乐器 单脚彩妆 并支撑住两个人的重量 此时此刻 真让人有点闯上气的感觉 经济之间 只见狮子一跃而起 飞身过桩 而上面的狮头 已高胆大 竟然随着跳跃的惯性 直直向下栽去 这两人即将完全失去重心的一刹那 牢牢抱住了装身 让人在惊出一身冷汗的同时 不得不为他们集结叫好 那惊心动脱的瞬间 会凝聚在人们心里 我一辈无穷